字幕作词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要梅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 語言表達技巧 今天是單元十二了 真係很快很快時間 歡迎大家收聽我的收看 我是啤梨 至於我身邊有 鴿偉老師 菲威老師你好, 大家好 菲威老師真的很搞笑 如果大家剛才偶然聽開的話, 我就感謝你 如果你是一向都聽的, 那我更感謝你 其實菲威老師是一位中學的老師 已經教了很久, 教中文 有沒有教體育? 沒有, 你自己喜歡運動 我做球員而已, 沒有教體育 另外有作家, 寫自己的散文 有小說, 有沒有? 小說, 接下來, 為阿啤你寫一本 愛情故事, 童話故事 還有寫教參書 其實你也很有才華 謝謝你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我們這集就不用說 我們說語言暴力的這集 對呀, 語言暴力 現在的社會上充滿著語言暴力 暴力我們一向理解就是 肢體的衝撞, 誰打誰 其實也不是的, 有時心靈受創 都是一種語言暴力 心靈受創是一個語言暴力, 例如呢? 有一個調查報告顯示 做子女的最不想聽到父母說的哪幾句話 三個叉燒我的生理 沒錯, 你都這麼清楚 我經常聽 但是還有下一句, 三個叉燒我的生理 起碼可以吃 這些是上一代的 因為可能現在大家多了食物 可能證明以前的人真的很喜歡吃叉燒 然後還有說, 例如我寧願沒有生過你 或者是, 早知是這樣, 養狗比 這些比較潮 這個比較潮 養狗比, 很可憐 這些都是語言暴力的例子 令到聽那個人覺得沒有自尊心 以至於那些嘩苦, 粗言餵語 其實都是一種語言暴力 你生叉燒我, 你以為你是燒烤爐嗎? 所以, 子女很容易受父母影響 對, 那就告訴他 你是不是燒烤爐, 所以生不了叉燒 都要找人透爐 你又不透, 誰會透 對, 其實語言暴力可以一直你暴我, 我暴你 對, 對, 子女 他沒有說, 子女怎麼回答父母 他說, 我寧願我爸爸是誰 最好就是有錢人 其實都是反語言暴力一種 有語言暴力回他 對, 我寧願我爸爸是一隻獅子, 保護我 對, 沒錯 也挺糟糕的, 以暴逆暴, 其實是不停的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語言這件事 對一個人的內心, 是影響這麼長遠的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的年代 哪有人說語言暴力的 暴力就是板板聲, 只有身體的暴力 語言暴力是真的到現在近年的 十多年, 就出現了語言暴力 是不是跟網絡有關的呢? 訊息傳遞很快 另外就是因為, 譬如獨生子女又多 很容易就是玻璃心 阿婆的老師多更新的字眼 玻璃心 萬千寵愛在一身 但是一言不合, 他就會覺得不受到重視 現在很多玻璃心 出來工作都看到很多玻璃心 剛剛畢業的很玻璃心 所以很難得, 通年興呢 我覺得他很實實祭祭的 不是, 他復原一塊 玻璃心爛完又懶又復原 可能是磨砂玻璃來的 可能是鋼化玻璃 不是, 他二歲, 但他不怕 有大量玻璃 防彈的 有大量玻璃 又多一塊 所以現在玻璃心的年代 再加上語言暴力 那你就下下激水, 那就很糟 所以我們也要注意一下 對象本身 如果語言暴力 我們有時都回到家 受了老闆的氣 無處發洩 找個老公、老婆來出氣 有時都會說這些說話 是很後悔都不頂 這些都會是潛藏著的 語言暴力來的 你以為你是劉德華嗎 如果是我就不用這樣了 譬如說大家分工都未必清楚 有時他女士就要打理家頭細務 同時他都要男士給家用 雖然這樣說, 可能反過來 我也要說回持平 可能男士做家頭細務也有 女士給家用也有 幸好你這樣說 因為我要很小心 我要避免被人說歧視 有時都會說 出展的人就財大氣粗 不要我賺錢回來 你哪有得打扮一下 現在這個年代是調轉的 哪有的 所以那個詞語的運用 我們要宣洩的時候 真的要萬分小心 但你剛才說的 雖然說女士們做家庭細務 現在很多時候 在職場上 那些女士們更高職位 很多調查都有說 這個時候男士就玻璃心了 男士很玻璃心 那你沒有你做 就唯有做家庭細務 但是男士要小心 因為她玻璃心發作 很容易詞不達意 就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就造成語言暴力都不定 例如呢 例如我早知道 都不選你了 諸逸次女 這些說話 我想做夢的時候都會記住 但是男人很蠢的 有時候要衝口而出 不用這麼說 對方又會記住你 但是女生衝口而出 男人又不可以生氣 也許男人有時候很蠢 都未聽得完 又可能沒有聽入耳 沒有生氣 所以由耳出了 沒有生氣 男人有時候都很小器 譬如說 女士的市場價值 到三十多歲 現在二十多歲 就有很多男朋友給你選 十年之後我看你是怎樣 這些都是語言暴力 男人就像紅酒一樣 是 女人 是紅酒嗎 我不認識 糟了 你也不認識 我要擔心我們說話 會不會造成一些歧視 不會的 有些人就像紅酒一樣 有些人就像紅酒一樣 但有些人就像鮮奶一樣 有過其日的 沒錯 男人也是 我自己也覺得男人有過其日 很容易壞 壞男人 壞男人 但有句話叫做什麼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這些項目 都很矛盾 因為今天的話題就是 一個完全沒有語言暴力的男士 好像教科書一樣很正經的 他又不一定得到好的待遇 是啊 我們今天講的女性議題 不是語言暴力嗎 是 就是語言暴力 是否只有女性會說出來 不是男女都會說的 女士呢 有些語言暴力是根深蒂固的 譬如那個 你是不是男人來的 是呀 造字那個人 譬如說 你很奸的奸字 又是女字旁 是啊 對呀 女 對呀 因為三個女的奸字 也是很奸的 對呀 死了三個那個 紅顏禍水 對女士來說 傳統上的稱呼 就不是太好 對呀 這些是以前的年代 以前的年代 所有都是男人做皇帝 現在特首女人 所以我們讀多些書 有時候要小心別人的語言暴力 譬如說 讚那個女生說 哇 你簡直好像坦記一樣 哇 其實你就知道她紅顏禍水 又說她是亡國 知皇后 不要以為讚我漂亮 但是潛藏著一些語言暴力 是指喪罵懷都不定 那個人也要像你這樣 這麼有學識才懂得細缺的 否則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以為我說坦 所以她這個語言暴力 是包括哇虎 哇虎 還有諷刺 對女性的稱呼 現在都不太好 說她是甲祖腳 這些其實都已經是哇虎 都是語言暴力一種 豬扒 等等 其實我都是根據古讀 浦瑞老師很小心 證明她沒有語言暴力 就是這種習慣 另外就是 譬如事業線 好像是讚她 其實是歧視她 因為 跟她事業有什麼關係呢 借著這件事拿到一些好處 其實都是很強加於她身上的語言暴力 這些就是男人向女人的語言暴力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沒有還有其他 我們也消化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說 女性議題 語言暴力 自助人生大學堂 語言表達技巧 我們今天說 這個女性議題 和語言暴力 所以 蒲偉老師和我 其實兩個都 我想我們 平時少少暴力都沒有 可能我們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或多或少 有時候都會有些 不過我想你 可能比我少 為甚麼 你個人好過我 我就 只是這句說話 已經是 好像一個高手 突然間出了一招 我也不知道你出了一招 這些就是高手 怎麼可能呢 我用了這個隱形的招數 隱形的招數 我已經 原來我一隻手 被你割了一刀 你去到你的懸位 因為有句說話叫做 什麼 刀倉就容易好 譬如你那些 都可能容易好 但是呢 惡然就難消 即是說了出去的說話 在對方造成的傷害 很難消除 會的 即是在網上 我記得最初我入行的時候 互聯網也是 即是我入行了一段時間 剛好多人上去留言 以前就是 再早在Facebook之前 是流行什麼呢 那些人的叫blog 我都寫過 可以留言 很著緊別人寫的東西 有時候說話都暴力了我 別人都不覺得 或者說話的人 不知道有沒有心 但他真的暴力了我 都會記住 曾經很在意 因為我們都是比較細心的人 可能比較細緻 你這些藝術家是這樣 很重視別人對我們的看法 對呀 心裡很不舒服 慢慢慢慢就很著緊 其實我現在都經常看的 其實我全部都看了 我可以說是 除非我看不到 如果有時間我都看了 看了所有東西 但現在的心態就不同了 因為我比較包容 有時候說者無異 都接納別人 都會是一種進步 我自己覺得 我們看的過程中 不是關門 不肯改進 如果他是說 譬如 我們那個態度可不可以好些 或者說話可不可以慢些 這些其實我們都會收到 善意的 是善意的 會慢慢改善 所以去到某個環節 就是去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現在的你就是爐火純青的境界 就是爐火純青 沒有感覺 但是有時候的語言暴力 就不理想 因為他是人身攻擊 其實最令我 有時候看得 有些心痛 通常都是這些 因為這些是改變不了的 對 我們努力也努力不了 對 啤梨你先進一個瓶來看看 你也不夠高 進一個水瓶吧 有些真的改善不了 所以也不要這麼戒懷 如果我們說 胸襟可以廣闊一點 就可以將對方的語言暴力淡化一點 或者轉化成動力 今天你踩我嗎 不要緊 我努力 下次希望你誠心誠意 讚我 是的 唯有是這樣的 正能量很重要 很重要的 但有時候也會有些人 因為未必可以用到這個心態去面對 很多人都曾經看新聞都會見過 在網上看到一些留言 令他想不開 想不通 甚至乎了結自己的生命 都有很多這些情況 這個真的很不幸 其實我們看到 對於生命的態度 或者如何樂觀的做人 我一直都強調 其實需要學習 沒有人一天生就懂 這個要不要怕去開口 或者不要怕去被人說 甚至乎是犯了一些錯 那就調整 下次做得更加好 還有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 我們要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裏面做好些 特別在家庭 這裏現在都說 就是跟家庭的關係 不要受到語言暴力的影響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出去 人人不會給我們面子 你做事 罵我們便會罵你 你是工作人物 但是我們如果有一個好點的家庭 回到家庭 可以療傷的話 其實人生會好些 你這樣講也是 但是回到家庭 如果家庭的人都不懂得體諒的話 那就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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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重不幸 但是自己不要主動去聊那件事 經濟已經不是太好的時候 老婆和老公說 死窮鬼 我早知道就不嫁你了 搞得我熬了二三十年 還是洗碗 這些其實很傷對方的心 多不多的呢? 我想也不少 如果生氣的時候 那些人是非理智地說出一些傷害他人的說話 是啊 特別是一家人 我想你溝通方面也要留意一下 你沒有理由對自己最親的人 去說一些暴力的說話 這個最親的人應該要好好地溝通 如果說連療傷的地方都沒有了 人生就灰暗很多 如果你說外面工作 受人二分四 我覺得受氣也理所當然 回家裡有個人鼓勵你 當然我們做男士的 可能永遠都希望說 我煲了湯啊 你喝不喝啊 但是現在知道 都所謂的香港的女士 都不會怎樣做這件事 煲湯來說 是的 不如自己喝一些 即食湯 是的 即食湯 自己煲 你會不會煲湯? 我不會 你也不會 靠媽媽而已 你喜歡喝湯嗎? 我喜歡 喜歡 你更醒了醒過 我看到你的眼睛發亮 你喜歡喝湯 因為我們做那個行業 他們不斷地的用聲 改吧 好辛苦 所以有一些少 湯水滋潤就很感動 我就再更迎合市場 是 我索性不喜喝湯 索性 精神性利法 我索性借留不要對湯有任何的好奇 或者奢望或者我嘗試不發掘 他的好喝之處 我都沒有 我很少喝湯但也不抗拒 我覺得你是一個模範的丈夫 真的模範 你會從另一個角度 將一件事變成優點、好東西 然後很幽默地落在其中 我亦都發現快餐店的營養之處 因為你不會嘩撫別人 你只是嘩撫自己 這個態度相當好 再加上我做節目 做special show 怎樣可以吃得有營養 喝什麼湯 都沒有了 既然有些東西改變不了 就改變自己 對 如果能夠重改變自己的著手 是會快、漂亮、正的 要改變你一個成年人 是很難很難 但有些東西我們都要老套一點說 譬如婚姻關係 已經有一個選擇 二人同行的話 就一人免費 可能會是 就是要多些去維繫關係 這些我就是要向你學習 畢竟我都是新婚 我很多事情都要更免費 你遲來才想案 現在是專家 不是,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樣 我都是不斷在你們身上 要學習一下 不是,我各方面都向你學習 你又懂得唱歌去哄老婆 不知多溫馨 有時在家吵著人家 不是啊,又懂得改歌詞去迎合對方 有時人家未必喜歡音樂 我相信你選擇她作為妻子 一定是有她的優點 就算是有些東西不太理想 自己都願意去承擔 這就是愛和責任 不過我再說她又不是 她都欣賞我的歌 是 先補回飛 誰人都會欣賞你的歌 真的 婆媚老師說話真是好聽 所以二人同行就是那種凝聚力很重要 如果對方說 唉,信不信我和你離婚 最近有很多人侯著我 那這些都是語言暴力 是呀,為什麼要這樣呢 其實可以怎樣面對 萬一有人採用語言暴力的方法去溝通 我想要想一想 其實無論男女也好 都需要一種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就是承諾 無論是習病、痛苦等等 都願意攜手同行 這個就是婚姻 有時可能發現對方是用一些語言暴力的方法 去和你溝通的時候 可能你多些想想對方 你會沒那麼硬的吃她那一刻 是 因為如果譬如說她本身說話都是暴力 個人都是暴躁 那你就會包容多一點 或者嘗試一下 好像你剛才那樣 四兩撥千斤 將她幽默化了 繼續疾回她 變成一種情趣也不一定 情趣是嗎 是的 語言暴力的東西是 如果對方不覺得是暴力的話 其實那個語言暴力就不存在了 這個大家又可以消化一下 好像詠春一樣 我怎樣 因為她那一團 我射了她的力 扶她站起來 倒杯茶給她 是 師傅 很重要的 譬如說 婚姻就算兩個人有了一個人同行 再多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那個語言暴力更加不應該存在 有小朋友又有另外一件事 又要更加留意了 我們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繼續有裴老師 因為她又有小朋友 看看說一下這方面的事 好 繼續回來自作人生大學堂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剛剛說到語言暴力 小朋友、親子、家長 多不多發生這些事 多 很多時候因為她們長期處於同一個空間 所以更加是一個學問 譬如說丈夫是不是也看不起那個太太 有什麼事上來都說 你認識什麼女人 那個子女都會這樣看媽媽 她會學了 有時小朋友小時候說一些大人的事 幻想到在家應該聽過這些事 沒錯 千萬不要以為小朋友過目則忙 她們很快就忘記了 其實她們看東西很細緻 記得很長久 而且情緒和神態也學了 所以特別是在小朋友的時候 我在家裡說話是很小心的 譬如不要說粗言畏語 俗一點的語言我都盡量少用 有一個警惕之心給自己 不要說搞到家吵屋斃 令到她覺得是一個不穩定的家裡長大 以至於日後她會有一些心理陰影 這個我想都是為人父母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方向是不是有用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 新一代的父母家長 他們都在家裡說話 好像去了董事長的房間 會的 在家裡玩的時候 大家突然靜得很交關 因為戒掉所有的粗言畏語 電視不開 全部變成了遊樂場的樂園 是這樣的 又或者可以說 多些會說一些開心的事 令到希望她覺得成長 是一個開心的環境之下成長 就算是有些很擔憂 就說出來 正所謂貧賤夫妻 百事哀 對一牛衣 大家在那裡哭了 事情都不會解決 不如樂觀一點 開心一點 在那個小朋友面前 令她覺得 這個人生還是充滿朝夕希望 這件事真是語言的 一個很高深的學問技巧 在家裡如果一家人在那裡 一班人在那裡喝東西 看電視 突然間打破了玻璃 語言暴力原本來了 打算罵了 誰知道突然間 真的好 打破了這個 十年前人家送的水晶杯 反正我也想買一隻 謝謝你 對呀 難得碎得這麼膠關 扔都容易扔一點 老婆疼你 又或者說 不如買六合彩吧 回到富貴 對呀 所有負面的東西都正面了 真的不錯 會的 我的HIFI 哎呀 你捉穿了HIFI的膜 太好了 老婆你 有時候我也覺得HIFI太漂亮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劣質 否則我怎樣才可以用差的喇叭 而實際上你有沒有這樣試過 我很害怕 因為我的喇叭 有時候 面上沒有一個蓋子 會刺破那些膜 對呀 沒有沒有 沒有刺破 那你跟太太的溝通 是不是這樣溝通的呢 說話 不是 我現在說 迂迴地 然後給她一些說話聽 可能未必到達到我的層次 未必能聽得懂 是 也挺正面的 整個世界都還沒好 那你可能做了一個最正確的抉擇 就是 還是不要這樣說 就算說 做一個不要那麼多事情想的人 不要那麼多事情想 簡單點 簡單就是美 對呀 其實都是這樣而已 可能你都抒發到 因為舉個例子 我在家裡 阿婆你做我老婆 不行 不行 你做我老婆 好 你在家裡 煮餐飯 我只是這樣看著你 煮飯給我吃 煎魚 煎焦了 煎到出來 嘩 吃了老公 嘩 很苦 這隻鑊不行的 要買我這隻鑊 幸好你老婆 試到鑊不行 否則我都不知道鑊是這樣的 你真是 幸好你試得好 你都知道什麼叫做 魚不煎得來 那我下次會陪著你 一起做 那我就不會罵你 其實你明知道我的優點 都不在攀蔭上面 我在其他方面 是呀 所以這次是我不適合你煮東西 以後就等我來算 這樣就好一點 沒錯 令到大家都變成情趣 沒有暴力 哪有暴力 其實都受了 內臉都受了 是呀 有多些包容 但是親子 我想問你 你姐姐多少歲 三歲多 三歲多 老實說 三歲多的小朋友 不會對爸爸媽媽 說一些暴力 語言暴力的說話 你認識吧 不會不會 通常就是複術的 但是都會給一些故事去看 都是一些正面的故事 例如 其實哪些故事是正面的呢 說爸爸好好的那些 很厲害很厲害的那些 哈哈 每天都在告訴你 爸爸是最好的 爸爸是美好的 爸爸不能反對他 爸爸說一我不能說二 又或者經常強調 爸爸穩健很辛苦的 你看 哇電台也做了 哈哈哈哈 原來在家裡已經是進行這個封閉式教育 沒錯 洗腦式教育 洗腦式教育 那就挺好的 其實小時候是不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不是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任何人都想洗對風腦 最好我們找個女朋友 她當我英雄純敗 哇 我找到你真是好 其實等到你這麼多年 你都不要出現在我生命裡面 現在你出現了我的生命才開始完整 哈哈 那你有沒有成功洗腦 將老婆和兒子 沒有 我通常被她洗回頭 看看誰可以洗腦 沒錯 其實人和人之間都是這樣的 希望塑造一些好一點的形象 正面來說就是這樣 反面來說就是 每一個人都不想受到語言暴力 譬如特別是一些語言暴力 是人身攻擊 一定是不好受的 在街上有時都看到 都很心痛的 有時那些家長帶小朋友出街 可能小朋友不小心賭寫了 其實明白的 可能都要教小朋友 你要小心點 但可能他又打他 又罵他 甚至乎他罵他的一些語言 那些說話的用詞 我覺得那些小朋友 可能只有兩歲 他都消化不完 你用得太惡毒的形容詞 小朋友其實消化不了 身邊的人看下去就更加覺得心痛 有時都是不幸的 我自己覺得 例如說 現在 朝七晚十一的家長 回到他還要盧心子女的事情 是很難再叫他 你幽默一點 你多些當笑 他真的笑不出來 那時候更加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話要很小心 最壞你呀 陀碎家 因為這不是有你呀 為何家裡開支這麼大 喜歡出來 這些呢 有時 一時之氣 就會說出來 如果這樣的話 一個小朋友的成長 可能他不作聲 作為小朋友 爸爸養姐當然了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那我不敢再讀書 因為在用家人的錢 那都會 無形中令他 影響了他的成長 所以另一方面 我覺得就是應該自我肯定多一點 譬如說 結婚這件事 沒有人拿著槍指著我的 是我自己選的 既然結婚了 就應該對婚姻 有另一種的看法 不是說拍拖的時候那種 很浪漫 情意綿綿 你就應該預算是大家對得多的時候 可能變了感情 不時會有爭執 都不頂 我覺得這個都要調適 有些女士不是的 她結婚之後都渴望 天天都是這麼浪漫 最好一起來 為何沒有郵輪 郵輪飄過了 生日沒有郵輪 中秋沒有郵輪 紀念日也沒有 好啊 衰了嗎 沒有郵輪 只有天星小輪 這樣就真的 這樣就真的 我真的不行 所以都要 其實你老婆這麼聰明 都會明白到的 不會說每次都要求 在求婚的狀態 不會 她只會要求再高一點 是不是有飛機 留意一下這輛飛機 是不是飛過來了 是的 真的是很高深的學問 我們再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還有補喜老師和我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 語言表達技巧 我們今天就最後一部份 繼續講這個女性議題 語言暴力 有時都是女方私家於男方身上的 沒有辦法 題目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男士最怕是什麼 沒有錢用 沒有佳馭 這個也不算是最怕 被老闆罵 對方說 不能踢球 你再這樣 我就閹了你 都很大人害怕 很大人害怕 因為小時候我又喜歡看歷史 也有歷史書說到 閹是一個什麼的動作 歷史書也說到後果 但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繼續生存得到 文雅的就叫去世 為什麼呢 我又反而問回你的精通歷史 以前那些年代 為什麼它可以繼續 沒有事 性命方面 生命方面 因為中國人想這些東西特別聰明 不知道為什麼 酷刑 它比泰國早過泰國很多 那些叫什麼 太監 是不是真的有 有 是啊 這件事很不人道 是啊 很害怕 很害怕 所以這也是女性 隨時可能施交於 男性身上的語言暴力 是啊 比如逛逛街 其實我都不是在看 旁邊的那個女生 但是可能你旁邊的那個 老婆 就說 你已經結婚了 你和我還要周圍看 然後 其實男士天生就會周圍看 即是說 有危險發生 會去身邊人 是啊 男人是要周圍看 其實我們習慣看365度 看看安全性 特別是看到一些 不是自己同性的人 因為危險 要作出防衛 總之不是男性 以外的 我們都會看的 怕是可能獅子 老虎 老虎 猴子 美女 在附近走過的時候 我們怕她突襲我們 所以我們會看 以前大學拍拖的時候 我經常為了這些事 和女朋友吵 我也是 其實你都沒有意識 是啊 難道只是這樣走路嗎 是啊 為什麼你都看著那個美女 我怕她突然在扶袋 拿著士巴拿出來敲我的頭 以前我就不懂回應 就是因為她說 我哪有望 你不要冤枉我 你老實跟她說 就不行了 你又繞圈 其實如果我現在就說 她哪有你這麼美 其實事情就解決了 我不懂 為什麼看過那個美女 我就在想 原來你比她好多 我看她的樣子 她的眼睛大 臉尖尖 瓜子後面 腳長 身形比例好 如果覺得跟你比 她不應該出街 一定不可能是真人 我覺得她是假人 公仔 機械人 我真的很想撕一下她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肉 我會這樣 真的撕了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是機械人 因為我看日本片是我的機械人女友 那個人的樣子好像人的女生 但其實她是機械人 原來她又懂得發射飛彈 又斷了手臂露出電線 我還會跟女朋友說 我去跟她深究一下 究竟她有什麼模特兒 要不要升級IOS 那些東西 然後她說 你再亂說 我剪掉你 這樣就又語言暴力了 留下那個剪刀 我隨時要來剪斷她的紅白線 這些其實都是很難去處理的 因為你男性永遠都有一個 可以犯下離天大錯的一個工具 但如果對方每次都當著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一種女事 施交於男性的語言暴力 是 經常都說男生看女生 其實女生現在經常看男人 是嗎 男人都很好看 女生經常看大隻佬 那些人可能我經常都不覺得 那些人看我 因為可能我生得矮 那些人看著節目 我以為看得到 看在對面馬路那裏 沒有看得到 不是啊 而是女士都會看男士 不過男士好像沒有那麼 我們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所謂 我們想人看 但是沒有人看而已 或者可能看到女士看男士 覺得那個男士也不會理會你的 沒錯 沒錯 男士是否天生沒有那麼 不懂得生氣這些東西 我們的暴力也沒有他們那麼強 他們說那些 炎有多大的暴力 我們最多是 鐵柱磨成針 醉毒婦人心 這樣說一下而已 所以兩性之間 角力有時也很有趣 男士始終是這樣的男人 因為男人特別在這個年代 就好像對著一棵牆一樣 你對著他有多暴力 其實反彈回來你自己的仇犯 不如我們不要暴力他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 到最後你還沒有哄他 因為要死得更加慘 是啊 不知為什麼習慣了要男人哄女人 所以我的經驗告訴我 那些東西不要看得那麼固執 或者那麼認真 大家說笑 嘻嘻嘻嘻 輕輕帶過 可能關係就會完美一點 我想問你有沒有試過給你另一半 語言暴力你呢 即未必是現在的太太 因為現在的太太是完美的 即是曾經過往那些 沒有的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很感激他們的 因為都是對方付出的 因為當我付出的很多 當我這樣去看的時候 我就會懂得感恩 感謝 你那些經常都中數 感激他們 有些可能 你以為是男女朋友 其實都不是 我以為我自戀而已 我就沒有 我人生就只拍過一次胎 就結了婚 我不信 而且我沒有認識過 我整個電話簿裡面 只有一個電話 就是Michelle沒有其他名字 是的 因為全部都變成男人的名字 哈哈哈哈 那這個真是 語言暴力的極致了 極致 排除了其他朋友 排除了 情何以堪呢 是啊 所以男女之間 兩性的溝通 其實你用暴力 你想一下 等於不要計算語言 人跟人溝通 你用暴力時 人又用暴力 其實世界就很暴淚 多一點用平心靜氣的方法去溝通 其實就少了很多意外紛爭 還有我做節目都經常都會讀信 也都有一些朋友寫信給我 告訴我 其實都後悔當時是一時之氣 可能有一點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可能犯下你天大錯 所以語言暴力也一樣 因為對方若干年之後 想起跟你的相處 可能很多人都忘記了 只是記下你 傷害他的話 那一刻 那一刻我覺得 不是太理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要先跟對方道歉 幸好你今天的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以前那麼多位的女朋友道歉了 是的 那你就沒事了 希望自己的心舒服一點 說謊是雨過天情 我以為你也沒有外面好像有一群 不知道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在等你 嘩 有沒有帶一把刀的 因為已經道歉了 沒事了 他們買了一些芝麻糊 西米露給你 是 他說多謝你 那我發夢都沒有這麼早 哈哈 今天時間夠了 希望你待會離開電台的時候 都安全回家 所以我們說 最終語言暴力 怎樣可以避免 真的可以從啤梨sir的身上學到很多 就是很有修養 脾氣很好 很願意稱讚對方 我看你的訪問 什麼都是稱讚到太太 真的甜到柳 我這些怕死 真的要男士的典範 怕死一點就像我這樣 我衷心欣賞 你知道我像我這樣 這麼沒膽和怕死就可以了 什麼都沒有 你縮起來就可以了 我和你又說到什麼 那些都遷就他 去哪裡都遷就他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你會得到更多 說什麼都可以 有正面的去看 好啦 今天要多謝浩宜老師 Thank you Bye bye 自在人生大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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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